这个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有意思了 它有一个挺可爱的名字叫 多图案拼接一个毛边的一个卫衣 这个为什么是一个毛边的一个设计呢 也是因为它的灵感来源于 在黑暗中讲述的恐怖故事 在这个故事当中呢 会出现很多像是那种干枯的荆棘一样的 这样的形状 所以设计师当时在想说 他要把这种像荆棘一样的这种树枝 用一种服装工艺和服装面料的方式表现出来 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他想到说把这个面料 这个毛圈为一的这种面料 然后把它保留那个毛边的效果 并且在身上有很多盘出来的 这种不同的贴边的一个造型 当然这些不同的图案 全部都是手绘的一个形状 所以他们用面料 再把这个手绘的形状 用绣花机的方式 钉在了这个衣服上面 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两点是特别微有意思的 设计师他自己平时喜欢在穿卫衣的时候呢 自己特别喜欢把帽衫的这个抽绳 把它拧在一起 变成一个麻花的形状 所以在这件衣服上你可以看到 他把它也拧成了麻花的形状 但是呢 它的神秘之处就在于 它下面其实 咔嚓 有一个开口 所以当你不想要把它拧成麻花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打开 就像是平时我们正常的毛衫一样 然后帽子的长短 这些你都可以去调节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射孔很友好的一个点 就是当你的手无处安放的时候 就不同的 不停的编织它 编织它 编织它 然后把它最后扣紧在一起 然后你的手就可以给他们找一份工作 然后同时 这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件衣服 除了它的前片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袋以外 同时在后片 它也有一个这样的口袋 这个口袋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呢 其实设计师这样跟我说 就有的时候 你和你的朋友 然后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 对吧 然后可能他手里拿了很多东西 然后他的手呢 要去腾空去做其他事情 这个时候东西没地方放 怎么办 放在你的衣服里边 就放在这个后边 方便于他随时去存取拿放的一个口袋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在现在一个很冷漠的社会当中 如果你还能有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 不论是你的朋友啊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你们可以随时在不征求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就把你的东西 你的垃圾一切 放在他的口袋里面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这件衣服 我觉得就对于 你的人生当中 还有很多很美好关系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非常需要的一件衣服 我刚才忘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件帽衫 但是我忘了把它戴起来 它戴起来的时候 其实特别特别的保暖 因为这个面料挺厚的 在秋冬的时候 我觉得你穿一件衛衣 或者你里面稍微有个打底的话 在大部分城市 抵御寒冷已经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等会儿 帽子上面 有没有看到啊 都是细节 我刚才伸手就已经摸到了 就上面还是有那种手工 然后定位之后 用绣花机编织的这种拼贴的东西 所以其实它从前片 后片 然后所有的地方 包括帽子上面 都是有这种装饰的 这种面料的激励感 我觉得就是对于面料改造这一点 对于很多设计师来说 他们都有一种 迷之沉迷在里面的那种热情